他是有利人士 更有可能有勾穿的可能性 国民党阵营痛批 前桃圆市长郑文灿 涉贪二度交报 遭高等法院撤销发回桃圆 11号下午将三度开机压停 关键在高院也认为 桃圆地院忽略他的政治影响力 郑文灿他的招商的这些金额 再加上他每一个晚上 饮宴应酬所累积出来的政商关系 是非常惊人 桃圆市议员林涛强调郑文灿 不管在地方中央关系有多复杂 如今在开机压停 各界高度关注 毕竟郑文灿2022年 卸下桃圆市长之后 他并不是nobody 他是高升到我们行政院的副院长 郑文灿副院长没有实质影响力吗 恐怕未必 他的影响力的考量 可能不能够用这种二分法 他在那里才有影响力 不在那里就没有影响力 蓝白立委也质疑台北地检署检察长王俊丽 担任桃圆地检署检察长时 就曾牵截郑文灿案子 竟然拖了七年后才争办 法务部中次长徐锡祥 澄清不能说案子压七年 检察官搜证需要时间 任何更多元素加进来 只会变成更复杂的政治事件 并不能够还原事实的真相 郑文灿设臂地方就怕中央迟迟没动作 决定在桃园议会成立调查小组 全力彻查相关案件 在前朝的时候有没有中央介入 这个我想我们这边无从得知 议会的议员如果说 依照议员的这个合法权责 要调阅市府资料 我们都会来配合 如今郑文灿设滩隔七年后重启 已发外界质疑是否有外力介入 就怕现在曝光的只是冰山一角 地方主动出击 要将弊端全都摊在阳光下 东西新闻中家好 李如SNG首台北报道